女平等,婦女的地位並沒有實際提升多少 那在一個比較重要的部分就是 它搬搭的叫天朝田姆制度 那天朝田姆制度呢 它規定全國的土地收歸國有 然後呢,祭口受田 那這個是一個很高的一個理想 公有共享的 那還說有飯同吃啊,有田同根啊 那友宜同窗啊,這些概念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會那麼吸引人? 如果在現在的台灣社會 這種東西大概沒有人會去相信它啦 可是呢 如果在一個飯貧窮的 大家都快活不下去的那個社會 我跟妳講說妳跟我走 然後打下天下,我跟妳田地 我跟妳飯,我跟妳應有的一切 讓妳大家都有維持基本的生活 這個時候在妳活不下去的時候 妳就可以接受這種說法 妳也可以接受這樣的一個安排 所以婦朝田姆制度 這當時是有吸引力的 不過這個制度真的沒有真正去施行 因為來不及去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制度比較可怕 大部分就是控制思想 當時呢,洪秀全把當時傳統的 中國儒家的思想 孔子孟子,還有所謂的朱子百家 這些思想呢,都認為是妖書邪說 然後呢,焚書 不然就是給予喪改 這件事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 破壞是非常深遠的 也因為這件事情,流罪了當時很多的讀書人 這些洪秀人非常不適的地方 我們後面再來敘述這個部分 那洪秀人的大王呢,我們必須要講到說 清朝當時呢,他本身的軍隊 是沒有那個實力可以平定這個亂世的 是無法對付 所以呢,在當時呢 清朝呢,命令曾國藩 在湖南這個地方呢 成立了所謂的鄉軍 那鄉軍的成立呢 呃,就成為對抗太平田國的一個重要的武力 那我們看到,清朝當年呢 清朝呢,命所謂的 曾國藩呢,在湖南這個地方 成立了所謂的團面 那曾國藩結合了湖南地區的知識分子 還有湖南地區的農民 然後所組成的一支軍隊 我們把它叫做鄉軍 那鄉軍的成立的性質很特殊 它裡面的成員大部分都是同鄉的 或者是同一村的 然後呢,彼此之間 可能不是有遠親的關係 就有近親的關係 但至少是同鄉的關係 所以上下之間 各個所謂的長官跟所謂的部署之間 除了是長官跟部署之外 他們彼此之間的情誼 私人的交情都非常的好 所以呢,上下非常的喘解 然後呢 這樣子 這支有很特殊的一個軍隊性質 不是這樣 不過這種軍隊性質 我們在課本裡面呢 幾乎都跟你講到好的部分 其實它也有不好的部分 這個東西容易成為 那個軍隊的效忠的概念 是有問題的 我們要來去這個部分 那鄉軍以太平天國呢 以太平軍呢 在唐江沿線 中下爾這一帶 就這雞蛋 那鄉軍當他的成立 當成立的過程當中 他的戰鬥力不是很強 不過呢,隨著時間的演進 將鄉軍慢慢的加強訓練之後呢 鄉軍的戰鬥力越來越強 慢慢的在所謂的 長江中下游的戰事 慢慢的打開 慢慢的打開 那所以我們概率 他說呢 鄉軍從上游到下游 那這樣打下來 那太平天國是從長江下游 往上游去防守啦 這個過程 那再來就是太平天國本身的內吼 太平天國打到南京之後 定督在南京這個地方之後 太平天國自己本身內部 發生了很大的一個內吼 當時的東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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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太平天國的那個 洪秀全自封自己是天王 他上面有所謂東王西王 南王北王還有翼王 那這些王裡面 這個王裡面 東王的實力是最強的 東王是在楊秀卿 楊秀卿呢 在天津這個地方 就跟洪秀全在爭權奪利 洪秀全呢 在這個地方呢 似乎被楊秀卿給架空了 楊秀卿跟洪秀全玩一個很特殊的一套啊 那是洪秀卿自己玩出來的 他常常洪秀卿常常是假借宗教統治嘛 他常常會怎樣呢 神靈附體啊 然後不管是什麼呢 天父降下的旨意啊 利用宗教的方式來宣告一些事情 那楊秀卿就學到這一套了 楊秀卿呢 常常就會命名其妙怎樣 就是批黨啊 就是常常就是這樣 啊 神靈附體啊 然後是誰附體呢 是天父附體 就是上帝附在他的身上 如果上帝附著在楊秀卿的身上的時候 包括連洪秀卿都必須跪下來啊 所以大神都必須跪啊 聽他的旨意啊 那就用這種方式再移動群臣喔 那洪秀卿跪了幾次之後 你認為洪秀卿不會認為有問題嗎 當然他知道啊 因為剛剛要先玩的嘛 可是呢 楊秀卿玩這一套 玩得越來越誇張之後 讓道成的一種很特殊的一個現象就是 一般的大神會認為說 奇怪 為什麼天父常常會附在楊秀卿的身上 而不是附在所謂的洪秀卿的身上 是因為呢 楊秀卿是比洪秀卿更適合當領導人的 那這樣一個假象呢 在大神態中慢慢正義出來之後 你認為洪秀卿難道不會有惡機感嗎 洪秀卿就不能夠接受嘛 就會展開了一場宮廷鬥爭喔 當然最後是楊秀卿被殺 那當然這造成大平均國的自己本身的滅亂 非常的嚴重 那這是重傷的大平均國本身的實力 那再來我們看到大平均國 大平均國的到了晚期的時候 只剩下所謂的陳育成啊 還有所謂的李秀卿這些人 來支撐整個局面 那所謂的同治三年的時候 這個時候曾國權呢 打進了天津 然後洪秀卿兵敗自殺 那我們各說呢 這個時候太平均國算被平定了 八字上被平定 那他說呢 歷史了十四年 然後呢 騙老的十余省 那歷史幾年 騙老的幾省 這個過程喔 十幾省 我為什麼不跟你講說 什麼是十四省 或者十六省 有個教科書寫十四元 寫十六 也是幾省 這個是有史學校認定上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不用去記那麼細 我們知道 當時有十四年的時間 任了十四年 那十幾省 長江以南的幾個省份 當時呢 都是在太平均國的掌握之下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不用去記到說 啊 四次基神 去爭論那個東西 那個沒有意義 來 那我們現在要檢討說 太平均國的影響有哪些 太平均國的影響 第一個 讓所謂的滿漢勢力的小長 當時呢 很多平定太平均國的 當時的重要的將領 都是屬於漢人 例如像曾國凡 李鴻章 左宗棠 這些都是漢人 這些都是漢人 那就是什麼呢 讓地方的都府的權力增加了 那讓地方都府的權力增加 簡單來講 它還造成一個影響 就是地方勢力的一個加強 或是呢 地方跟中央之間的那個關係呢 出現了改變 原來是非常中央集權 這時候呢 出現地方 開始有勢力 學習挑戰中央 那為什麼清場 會把權力下放給地方呢 因為在平定亂世的過程當中 清裁政府 讓地方的總督跟巡捕 有更大的權力可以怎樣呢 可以見機行事 那地方抓到很多權力之後 地方當然不一定把權力再放出來 所以呢 就再從地方勢力 鑑定的怎樣 做大 慢慢的所謂的軍閥亂政啊 軍閥割據 慢慢就會出現了 就從這裡可以看到 看出一些端倪喔 那再有看 最後就是民族意識的再興啊 還有文明的生命財產的一個損失嚴重 那民族意識的再興呢 這個部分 洪秀全本身是漢人起兵的嘛 那清朝政府是 是滿人嘛 所以呢 漢人跟滿人之間 就出現了這個民族意識的再度被挑起了 那我們剛才講的那個所謂地方的那個 勢力的崛起這個部分 你在下面再把它多加一個特色好不好 就是在影響這裡啊 影響這裡 所以鄉軍的成立啊 跟中國可以說是 中國近代軍閥的起源 剛剛有跟各位提到說 鄉軍的那個裡面的官司很特殊 那個部署跟長官之間 除了正常的所謂的上下之間的關係之外 他們可能是親戚啊 可能是所謂的同鄉啊 或者是鄰居啊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 這種所謂的軍隊形式啊 他很有可能會造成屬下 他去作戰的時候 他不是效忠的不是國家 他效忠的是他上面的那個長官 我今天我只忠心忠於我上面的長官 忠於我上面的那一個人 但是因為我上面那個長官 他今天是效忠清朝 所以我今天就替清朝打仗 那個這樣一個成立的軍隊 他後來就成為所謂中國近代軍閥的一個起源啊 所以有些史學家就把湘軍啊 淮軍啊 這些當時為了平定太平天國之亂 所成立的軍隊 把它當作是中國近代 那個所謂軍閥歌曲 軍閥亂政的一個開端 這個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一個解釋 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再來呢 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 我們取下幾個重要的概念 第一個來講就是思想文化呢 違背中國的傳統 簡單來講就是他 他當時呢 以破壞中國傳統文化 遭受到當時知識分子的很大的一個責難 那當時呢 中國團也很聰明 中國團在組織相軍的過程當中 他的號召 不是以號召當時的中國的知識分子 跟當時的所謂的中國人來對抗太平年國 因為中國團是幫清朝作戰的 經常是滿人 那如果洪秀全拿的是一個 打的是民族旗幟 民族意識 民族情感的話 那對曾國團來講是非常不利 非常不利的 那曾國團當時呢 他就是以什麼 以洪秀全違背中國傳統文化 洪秀全破壞孔夢思想 然後破壞孤家 以這樣概念呢 來挑起當時的讀書人 來支持曾國反 來反對洪秀全 那以國家跟孤家的概念 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 當然是孤家最重要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洪秀全似乎是犯了一個 非常重大一個概念上的錯誤 那再來第二個 洪秀全國本身領導就成那個腐化 那個內訪呢 造成很大的一個影響 那再來就是 洪秀全國他缺乏國際觀 然後呢 狂妄自大啊 沒有積極去爭取外援 這個部分怎麼說 你只要想啊 在所謂的亞軍戰爭以後 八國聯軍 那個 對不起 英法聯軍以來 當時呢 外國跟中國建了 簽訂了很多的條約 那這些條約呢 外國人的利益 大部分在哪裡 大部分都是在唐江以南 外國人在中國的利益在唐江以南 所開港通商啊 通商口岸這些 或是領事朝當選啊 租借啊 大部分都在唐江以南 那你想看 太平英國當時佔明的地區在哪裡 就是唐江以南嘛 唐江以南 但不是太平英國的勢力範圍 那以外國人的概念 你想 英國、法國他們怎麼辦 他們當然想辦法 也要維護自己的利益嘛 所以他們會派人去跟洪秀全去交售 那這個東西 我們的利益怎麼辦 洪秀全對這些外國人 他並沒有給他特別的概念 他說呢 當地除了要我來推當清朝 斬壓出謀之外 你們這些外國人 也列入所謂的當時的妖魔啊 你們都是屬於遺底嘛 你們都是妖魔 所以呢 我也沒趕出去 那既然洪秀全對這些外國人 這麼的不客氣 你想嘛 外國人怎麼辦呢 既然清朝不是多好 那洪秀全更難 那以對他們的概念來講 我當然是幫助清朝來對付洪秀全嘛 所以外國的勢力 這個時候就一面倒 幫助了清朝 那外國人的武器比較驚然嘛 所以外國人幫助清朝作戰 當然對洪秀全來講 也是一個重發生命傷 那這個部分呢 他會提到英國當時 邊幫助清朝邊唸所謂的常勝軍啊 外國人當時的幫忙 當時邊唸所謂的常劫軍啊 這對當時的平靖大平靖國 都有很大的幫助 好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剛才講的是 第二個重要的論是 就是免亂 那免亂喔 有一些爭議喔 在學家裡面 老師可能會傾向於 用宗教的習俗去講 說免呢 免對難免或是責免這種東西 是在江淮地區 長江淮兒這一代 所謂的一個民間習俗 那這個民間習俗 因為有一些有所好邪的人 他們去以藍免 可以免這種東西 然後來變成一群 所謂的土匪 那這種說法呢 目前有些史學家 他比較不認同 他會提出另外一種看法 他就是免呢 不要用很麻煩的 不要用很麻煩的概念去理解他 免就把它當作一股一股的概念 就是一股一股 就是一群一群的概念 他就是骨匪啦 就是一群的盜匪 那當時呢 在江淮地區 就有這樣一群一群的盜匪 那這盜匪呢 在當時呢 太平堅國之戰起勢的時候 哈密也在這個地方為亂 在所謂的江蘇 這個長江跟華雅這一帶 在這個地方為亂 那就是所謂的免亂的開始 那後來太平英國滅亡之後 部分的太平軍 或是太平的一個殘部 殘軍呢 他們就加入了這個免的部分 那就形成所謂的一個免的 免亂的擴大 那免亂擴大之後呢 當然清朝在解決太平天國之後 他就要來解決免亂的問題 當時呢 清朝跑申格林慶去平免亂 那申格林慶當時呢 因為不小心 正道人家的計謀 所以申格林慶當時 申格林慶當時 申格林慶當時 申格林慶當時呢 這個免亂就交給了 當時平民太平天國的一個大將 申格林慶去平免 可是申格林慶當時呢 也犯了大陸上的錯誤 他當時用圍堵的策略去圍堵 當時的所謂的這些年匪 那這些年匪呢 當時呢被他拖毀了 拖毀之後呢 年匪就分了兩支 一個叫做東年 另外一個叫西年 那申格林也因為 逃年不利之後 逃年不利 他當時呢被解職 然後告老還鄉去了 那時候整個平年的大事 就交給了當時的李鴻章 那李鴻章在同治六年的時候呢 平定了所謂的東年 在同治西年的時候 他跟左東塔 平定掉所謂的西年 這是我們對年亂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我們這件事其實非常的複雜 再來呢 年亂之後我們要講的另外一個 打得比較亂事 就是所謂的迴亂 那就是迴民迴亂 那迴民迴亂呢 並不是在一個地方發生 它發好幾個地方發生 那我們就挑三個地方 比較重要的來稍微敘述一下 那迴民會起來發生這樣的衝突 應該是說他跟他的文化 跟他的生活習慣 跟一般人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他們的信仰是伊斯蘭教 就是回教 那回教的那個生活習俗 跟一般的中國傳統宗教的 一個生活習慣是差很多 所以呢 往往地方官在處理當時的迴民 跟所謂的一般的人 當地人的一個衝突之下 往往都會偏堂當地人 不會去照顧到這些迴民的一些利益 所以呢 九和九是他們都激起了所謂的地方的叛變 那這一個迴亂迴争的表格呢 我們這裡面要提到有幾個重要的迴亂 例如像